最近刚忙完戏剧以及电影拍摄的范逸晨 今天以酷爱乐团的身份参加反毒活动 对于许多人印象中摇滚场与毒品画上等号 范逸晨澄清 我觉得玩摇滚本身就是一件很嗨的事情 它完全不需要再借由任何的东西让自己更嗨 那如果需要借由这些东西的朋友 那我只能说他玩的就是尾摇滚 但问到身边是否有朋友主动诱惑他吸毒 范逸晨表示曾经遇过 就我有 对 但因为对方不是我的朋友 所以刚刚那个问题就 但是我的确有 也一样是在夜店 所以可能那种场合大家真的必须得更加小心 然后自己的心态也得更加的坚定去拒绝 一天是林业诚无罪采访报道